沈梦辰 沈梦辰作为芒果台的主持人之一 这些年来也算是老上了不是一姐 也算是二姐 毕竟现在还是芒果一姐 怀孕期间都不停忙工作 生完孩子之后 获速回到工作中 沈梦辰是个非常非常努力往上爬的女生 超强的生命力 这几年来 沈梦辰虽然很红 倒可以说是被骂红的 跟都海讨厌爱对骂 穿衣被骂 甚至晒个美照都被骂 但不可否真的事 她确实一直很红 就连在快乐到本营 待了十多年的无心 都比不上这几年刚出头的沈梦辰 今日 沈梦辰作客海拳的举杯呵呵呵 沈梦辰就自曝试着黑体质 穿一个鞋进衣服 别人穿就是时尚 自己穿就是巧的 杜坚博出位 故意滑落 沈梦辰无奈的笑着说 我根本没有故意滑落 谁要故意滑落 沈梦辰是芒果台的主持人 这两年来也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 大组问沈梦辰高点和低点 沈梦辰提到了是歌手的总决败那一次 沈梦辰在李静的节目上也谈过 因为歌手总角色 汪涵和何炳都有事不能上 经过台里领导的协商 最终让沈梦辰上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大佐安慰沈梦辰在台上没狂掉 就已经很好 也不是所有人一下就能成为线内跟理想 这个时候海泉补充说 所谓的努力的动机 是值得推动的动机才好 如果是一种被迫的激励 或者是较劲 很无聊 也不快乐 沈梦辰说自己是难得糊涂 其实沈梦辰确实是真的非常的努力 难得糊涂 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在前几期举杯喝喝喝中 吴欣也做客了海泉的节目 吴欣在芒果台那么多年 也是承受了不少的非议 吴欣演技被诟病 当主持也被说没话说 就红了不配 后来 吴欣在微博上也解释的更清楚 也提到了一个词较劲 吴欣就是一个很喜欢跟自己较劲的人 那海泉那句话 跟自己人生较劲的人 不灰无聊 不快乐 算不算是在打脸吴欣吗 吴欣比沈梦辰早几乎难为是多年 现在名气远不如沈梦辰 沈梦辰的童年经历 让他现在足够强大 吴欣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希望吴欣也能像沈梦辰一样强大 难得糊涂 做一个不跟自己较劲的人 你说呢 免责猙獰 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请联系删除 请联系删除